扎克伯格首度回应泄露数据丑闻,我们犯了一个错误。 英国广播公司,BBC,22日消息,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首次回应数据泄露事件,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。 扎克伯格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说,我们有责任保护您的数据,如果我们不能,我们不配为您服务。 我一直在努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,以及如何确保这些不再发生。 值得庆幸的是,多年前我们已经采取了重要行动来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。 但是我们仍然犯了错误,我们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,还需要再接再厉。 据BBC此前报道,英国咨询公司建桥分析因泄露脸书用户数据,用于在2016美国大选中针对目标受众推送广告,从而左右大选结果遭调查。 英国议员也希望扎克伯格给出解释,受此事件影响,脸书市值蒸发近500亿美元。 郭鹏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